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是一件科技圈火热的事件 简单的说 谷歌的一位工程师认为 谷歌的聊天机器人Lambda已经具备了人格 然后基于此结论向公司提交了报告 之后他就被谷歌强制带新行政休假去了 强制性的行政休假对于谷歌员工来说并不是件好事 这段时间通常都是人力资源部门 在为辞退这位员工做相关的法律准备呢 大概率说当这位员工再次回来的时候就会被辞退了 而这样的事就非常容易被解读为 谷歌在秘密研发人工智能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展 而有一个不识相的小员工在不恰当的时候捅破了这一切 为了保密跟掩盖关键信息 谷歌就要辞退他 这样的事非常符合科幻电影或者灾难片的逻辑 在很多人看来一部大戏才刚刚开始 巨大的阴谋还在后面呢 所以在详细解读这个事之前 我要先给你吃一个定心玩 在这件事里头没有阴谋 谷歌的聊天机器人LAMDA在聊天性能上 确实超过了以往各个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水准 但根本没有什么人格可言 而这位员工之所以被辞退 也许和工作能力 个人表现让公司不满意有关 但更有可能和公司发生的一场轰动的派系斗争有关 新闻媒体总希望从中找些猛料 让这件事看上去无比神秘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这件事 LAMDA是谷歌在2021年5月份 Io开发者大会上刚刚推出的自然语言处理平台 它是基于一个谷歌自己研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做出来的 这个模型叫做Transformer 世界上还有其他几个著名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比如规模最大的是OpenAI的GPT3 还有微软的图灵NGL 谷歌将Transformer升级之后 推出的LAMDA的表现超乎想象 起码比之前根据GPT3开发的 那个最高水准的聊天工具还要再好一些 于是在2021年5月份发布会上 才被谷歌拿出来亮相 在发布会现场演示了一段谷歌开发者 和LAMDA聊冥王星的对话 这段对话里 LAMDA把自己当成了冥王星 我举其中几句你来看看 开发者说 告诉我 如果我在冥王星 我会看见什么 LAMDA说 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峡谷 一些冰盖 间歇拳和一些陨石坑 开发者说 那看上去很美啊 LAMDA说 我保证这趟旅行很值得 但你要穿上外套 因为那里很冷 开发者说 我会记着的 我很好奇 曾经有人造访过你那里吗 LAMDA说 是的 最著名的是新地平线号航天器 它曾经造访过我 开发者说 那一定很让人激动吧 LAMDA说 新地平线号的研发团队见到我也非常激动 我还向他们传了一些我的照片 他们从没有如此近距离的看过我 开发者说 不错 你还希望人们了解你的什么呢 LAMDA说 我希望人们知道 我不只是一个大冰球 我其实是一颗非常美丽的星球 开发者说 我觉得你很美 LAMDA说 谢谢你这么说 其实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有时候人们认为 我只是一颗矮行星 你看啊 它的经验之处就在于 这段对话 没有经过任何预先的加工跟准备 你可能还记得 我曾经在科技参考第一季 第288期里介绍过 2019年2月份 IBM组织的人工智能和真人的辩论赛 那里面也有比较精彩的发言 不过后来 IBM工程师承认 有些特定的场景下 人工智能表达的句子 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 比如说这句 你好啊 哈利斯 我听说你是人类辩论赛的 世界纪录保持者 但我猜你从来没有跟机器人辩论过 欢迎来到未来 这句话就是人工安排进去的 而LAMDA在这段对话中 自己的代入感已经非常深了 它真的能把自己 当作是冥王星来说话 这被解释为是一种学习能力 也就是说 这段对话中包含的知识点 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说冥王星上有低温 表面有峡谷 冰盖 间歇拳 跟陨石坑 并且曾经有人类探测器 掠过它附近拍照 在2006年 还被从太阳系九大行星 开除了出去 被当作矮行星来对待 但是呢 在聊天场景中 如何输出这些客观的知识 就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先进程度了 LAMDA的学习能力就体现在 它会把冥王星上有ABC 转换成 你将在上面看到ABC 把探测器倒反过冥王星 换成 谁曾经造访过我 把冥王星从行星降格为矮行星 换成 我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换句话说 它已经可以把客观的知识点 迁移到各种场景里 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了 这种迁移能力就让它输出的文字更像真人 我们可以想想 聊天的时候拿A事件和B事件做对比呢 正好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力 甚至一些常用的修辞手段 比如说把A事件比喻成B事件 也需要这种能力 这次谷歌员工上传的21页的PDF聊天记录里 最广为流传的是一段拉姆达谈论禅宗的内容 聊天是这么说的 雷摩尼也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位谷歌的工程师 他说啊 我想到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测试你独特的解释能力 这里有一个禅宗预言 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怎么样 拉姆达说 不错 来吧 雷摩尼问 一个僧侣问禅师 一个开悟的人如何回到平凡的世界 禅师回答 破镜不重照 落花难上枝 拉姆达说 嗯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好吧 对我来说 这个就像是 一旦一个智者开悟了 或者对现实觉醒了 这种状态就永远不会消失 他可以回到平常的状态 但只是去度他人 然后再回到开悟 雷摩尼呢 问 破镜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拉姆达说 也许他是想要表明 开悟是你一旦获得就无法忘却的东西 就像你无法修复破碎的镜子一样 雷摩尼又问 那么如果开悟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无法修复 那么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 打破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拉姆达说 自我 这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难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身体 或者那个身体 作为我们身份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这段对话呢 出现在聊天记录的第五页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点开文稿 从我给的链接下载 看看这份报告 我要说的是 这段对话广为流传的中文翻译 其实起到了加重神秘色彩的作用 因为这段和尚问禅师的话 出自景德传登陆第十七卷 华言修靖 所以我看有些中文翻译 就直接引用的是这里的原文 它是这么说的 问 大物底人为什么却迷 诗曰 破镜不重照 落花难上之 而这样的表达带着古风 就会让人误以为 拉姆达也在理解禅宗 但实际上 这段对话对应的英文翻译 是很简单明了的 也就是摔碎的镜子 没有办法再照了 落下的花 也不会再回到枝头上了 你看这个英文的句子 意思是非常简单明确的 拉姆达表现出色的地方在于 他理解了这几句话 在逻辑上有一样的含义 后面看似深邃的 对于什么是开悟的理解呢 其实应该来自于 禅宗的说法 而不是拉姆达自己的观点 还是刚才说的 拉姆达的强大 主要体现在 不同场景把知识点来回迁移 有人认为 这就是学习能力的表现 我呢很同意这种说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这位谷歌员工 为什么会被强制休假 他叫布雷克·布雷克·雷摩尼 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 在谷歌工作了七年 最近几年一直负责AI伦理研究 也就是关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输出种族歧视或者仇恨性的语言 这些问题背后的技术解决方案 他跟拉姆达聊天聊多了 觉得拉姆达好像有了人格 这个呀不为过 因为仔细看看那21页的聊天内容 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 打心底真的认为程序具有了人格呢 说实在的 还真是有点让人跌破眼镜了 他们的部门经理和这位部门经理的领导 也就是公司的副总裁 都不认可这份报告 布雷克这份报告的诉求是 他要申请一笔经费 来建立一套评估AI感知和意识的方法 按说这两级的领导都不同意 也就该罢手了吧 不 布雷克非常的执着 他打算自己一个人搞 但领导不支持的情况下 很多访问的权限是没有的 于是他就去找AI伦理小组的组长 马盖特去沟通 通过这个途径 他自己搞了起来 而走到这一步 就算是踏上了雷区 因为马盖特参与了2020年 公司一起大规模的派系斗争 那次斗争的双方是 谷歌的技术核心杰夫 和谷歌的AI伦理团队的负责人 提姆尼特 这件事就很复杂了 咱们不具体说细节了 大致是这样的 提姆尼特是有色人种 而且还是女性 她感觉自己在谷歌 做的研究论文想要发表 全都要受到谷歌 额外严格的审核 有的时候干脆找茬就不让她发表 于是直接跟杰夫 发生了邮件冲突 杰夫差不多是谷歌 除了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之外 最重要的技术高管了 比提姆尼特的位置要高很多 但是这几年 美国在女性权利 有色人种问题上的争议 实在是太敏感了 不论是什么矛盾 只要跟这方面沾了边 就容易爆炸 结果事情闹大了以后 公司有1400多人 通过内部的邮件 或者个人社交账号 对杰夫进行了集体批斗 当然事情的结果是 凡是批得狠的都被辞退了 提姆尼特也被辞退了 而他是AI伦理团队的负责人 所以这个部门里大大小小的员工 自然也跟着他 对杰夫一通猛批过 帮布雷克搞到各种访问权限的 马盖特就是其中之一 布雷克提交那21页报告的时候 他已经被辞退了 现在终于轮到布雷克了 我猜这位小哥也是跟着其他人一起批过杰夫的 也许言辞并不那么激烈 于是没有严重到被马上辞退的地步 但现在公司已经否定的方向 他偏要硬上 又是派系斗争中要干掉的范围里的人 所以他被强制休假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我们来说说什么是人格 人格就是一个人各种行为和表达的抽象特征 如果人格是这么定义的话 那么一切必须得从神经接受外界刺激之后 产生情绪冲动开始算 第一波喜怒忧思悲恐惊之后 经由大脑的抑制作用 加工成最终的行为和表达 然后由旁观的第三方 从这些行为和表达里抽象出一些 他觉得有规律的东西 这个规律就是人格了 如果没有情感冲动的产生 一切都是虚空的文字描述 那就不能算是人格 只能算是字格 也就是把一段文字续写下去的能力 今天最强的拉玛达 已经可以把一段文字续写成 看上去好像是在聊天的样子了 但它最多是一朵精致的假花